凤凰每周快讯有 麦当劳赞助播出 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每周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美国阿拉斯加州和怀俄明州于16号举行初选 党内最高调的特朗普批评者 众议员切尼连任几乎无望 不过外界猜测切尼还有更长远的政治计划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每周新闻 欢迎回来 在总统拜登新冠康复几周后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新冠检测呈阳性 但是症状轻微 吉尔于周一开始出现症状时正在南卡罗莱纳州与总统拜登一起度假 美国第一夫人办公室于周二证实了这一消息 并表示第一夫人在深夜出现类似感冒的症状 她正在服用新冠抗病毒药物 将留在位于南卡罗莱纳州的私人住所隔离至少五天 将在连续两次检测结果呈阴性后返回华盛顿 白宫当天则指出最近染上新冠的总统拜登 其新冠检测呈阴性 美国司法部于15号表示 拒绝公开含有搜查特朗普私宅理由的书面证词 称此举会严重影响案件的调查进展 但是司法部方面也做出让步 同意公开与突袭搜查相关的其他文件 如搜查令的首页或者阐述政府提议的文件等等 而特朗普则在社交平台上谴责联邦调查局偷走了自己的三本护照 还称其可能在搜查过程中偷偷放置所谓的证据栽赃自己 完全是一场阻碍他参加2024竞选的政治迫害 根据美国过去的执法经历 除非嫌疑人已经被指控犯罪并伴有潜逃的风险 否则执法部门通常情况下不会没收护照 美联社援引消息人士报道 被控税务欺诈的特朗普集团首席财务官 魏塞尔伯格最快将在本周四认罪 这是目前针对特朗普集团提出的唯一一项刑事起诉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很可能是在为10月法院审理前先行达成某项认罪协议 包括将刑期定为5个月 并在当前针对特朗普的所设的商业活动调查中 豁免魏塞尔伯格相关的协查或者举证责任 魏塞尔伯格和特朗普集团被控涉险十多项财务造假与税务欺诈 受到特朗普重用的魏塞尔伯格更逃税90万美元 其中多张支票由特朗普经售 不过特朗普本人暂未受到指控 他反指相关调查是政治迫害 白宫经济顾问迪斯于周二表示 美国经济在未来一年面临来自全球威胁的许多不确定性 但应会受到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和新立法的提振 迪斯表示总统拜登将于周二签署的降低通胀法案 包括为购买绿色能源商品和医疗健保提供税收补贴 此举将有助于稳定美国经济 但未来6到12个月将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当前当局仍然非常关注所面临的一些全球威胁 包括能源市场以及乌克兰战争的二级影响 尽管如此 迪斯认为乐观的经济数据将抵消人们 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 但经济需要经历过渡阶段才能实现更为稳定的增长 美国军方于周二表示 已经对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进行了试射 军方表示之前已经进行了大约300次此类测试 并非针对全球任何特定的事件而进行 美国军方在声明中表示 这次试射显示了美国核力量的准备状态 又称让人们对美国核威慑的杀伤力和有效性充满信心 美国军方在4月份曾取消了民兵三型的测试 旨在降低于俄罗斯的核紧张局势 而就在本月初 中国在台周边军演之际 拜登政府也推迟民兵三型的例行性试射 以免紧张局势的升温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哈里斯县当地卫生局仍在等待疾控结果 如果这一幼儿感染的病例最终得到确认 将会是当地第一起儿童感染猴痘的案例 根据卫生官员透露 患病的幼儿没有送去过日拖中心或者学校 家里也没有人感染猴痘 孩子目前只是起了皮疹 其他方面的健康状况正常 当地政府正在家长的帮助下 展开溯源工作 排查其接触史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于周二出台一项新规 允许18岁以上轻度至中度听障人士无需处方 可直接在商店或网上购买助听器 新规将于10月份生效 有望降低助听器的成本 食药局表示 该规定适用于某些空气传导助听器 患有严重听障或18岁以下的患者 仍需出处方才能购买助听器 根据介绍 大约15%的18岁级以上的美国成年人报告 有听力问题 但只有大约1分之1的人使用助听器 新规旨在解决包括可获得性与听力损失 有关的社会歧视 设备价格或某些州和联邦法规的障碍 食药局估计新规将为患者在购买单个助听器时 省下大约1400美元 或购买一对助听器时 省下大约2800美元 美国航空于本周宣布将购买20架超音速飞机 并已经为这些飞机支付了不可退还的订金 但是该公司尚未透露订金金额等财务信息 美国航空从总部位于丹佛的初创公司 Boom Supersonic购买飞机 这笔交易使美国航空成为Boom的第二个美国客户 美联航去年订购了15架Ovatore超音速喷气式飞机 Boom的首席执行官肖尔坚称 定于2029年亮相的新超音速客机将有所不同 届时从伦敦到纽约的机票价格约为4000到5000美元 飞行时间仅约为3个半小时 根据Boom的介绍 这款飞机的最高速度将达到音速的1.7倍 也就是每小时1300英里 可搭载65到80名乘客 美国航空表示超音速客机将改变未来的旅行方式 迪士尼邮轮公司于本周宣布将取消 针对12岁以下乘客的新冠疫苗接种要求 从9月2号开始 该公司将不再要求从美国和加拿大港口出发的 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 而此前该公司要求所有5岁或以上的乘客 都必须接种疫苗 但该公司将继续要求乘客 出示新冠病毒阴性的检测证明 以完全接种疫苗的乘客 必须在登船时出示1到2天内的阴性证明 方可在出发前免于在码头进行检测 未完全接种疫苗的乘客 必须在登船前提交阴性测试的证明 同时在出发当天在码头进行第二次测试 检测费用将由迪士尼公司承担 科企巨头 苹果公司本周为员工设定了反攻最后期限 9月5号的最后期限 要求员工从9月5号开始 员工每周需至少在办公室工作三天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该公司将要求员工周二周四 以及由各个团队决定的另外一个工作日 回到办公室工作 新政策将首先在硅谷生效 然后扩展到其他地区 自2021年6月 苹果首次宣布返回办公室工作三天的政策以来 就一直在努力让其员工重返办公室 但是疫情迫使公司已在推迟最后的期限 期间该公司一直在进行疫情运营调整 新政策是在该公司取消在办公室 公共区域口罩要求几周后出台的 在让员工重返办公室方面 苹果公司一直是最严格的科技公司之一 以上就是新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凤凰美洲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